轻轨要通过路口号制灯响起 80多岁阿公骑着机车载太太 在美术馆路原本直行 但瞬间左转 碰的一声直接撞上轻轨 目击民众傻眼 机车撞轻轨 阿公阿嬷连人带车快要倒地 热心民众很紧张 冲上前帮忙搀扶 把机车迁到路边 阿公等阿嬷上车后 没想到骑到带转区 咻的骑走了 常常会有那个 撞到转弯的 看预算差不多 你抢快先走 就有可能轻轨来的时候 阿公阿嬷擦撞轻轨 可能自认没有大碍 就直接骑走当美事 但恐怕涉嫌肇事逃逸 轻轨车身有擦撞痕跡 驾驶报案处理 警方调查80岁阿公骑士 这下大事大条 机车骑士自认美事 为等候警方处置及离开现场 不照驾驶及驾车照 是为规定处置 80岁阿公不但没有驾照 骑车载着妻子趴趴走 没有依规定带转 还撞上轻轨落跑 被警方开两张罚单 最高可处一万五千元罚还 还得面对轻轨公司求偿一笔 车厢修车费 继继续高雄中央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叫我们的铃铛哦